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其现觉之量 是不是这里 应该这里 好 那与其现觉的话 一般与其现觉的话 分为噩梦 那第一个是与其现觉 对 形象 第二个是分类吧 对 那与其现觉的定义的话 这里 未应成为自己不共真善缘 只光双欲成帝生气之一 甚至相去中离分别复无错乱的了别他之志 对 与其现觉的形象 就是这个 他的定义 那主要的就是与其现觉的话 你看 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条件就是 他的不共真善缘 直观双欲生气 对 他的不共真善缘就是一个直观双欲 他一与只观双欲的三母地也好 成定 生气 第二个的条件就是 圣者相续中 你看 圣者相续当中具有的 对 那圣者的第一是什么 对 这是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世间跟出世间的间协 或者是圣者跟世间人的间协是一样的 圣者就是身为圣者 独觉圣者 菩萨圣者 大乘圣者有三种 那身为圣者的话 身为尖道一上 到那个 身为阿罗汉 独觉尖道一上 乃至到那个独觉的阿罗汉 那菩萨的话 大乘的话 出地到福地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圣者都是叫做一个圣者 知道吧 三乘的圣者就是这个 那所以呢 与其献诀的话 一般是不是我们普通人拥有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一般 普通就是没办法达到这种的 一个地位也好 或者境界也好 没办法的 那达到了圣者 圣者地位的时候 境界的时候 才能得到 与其献诀 就是这个 好 那第二个 圣者相续中 离分别 这个是离分别 是我之前给大家解释过了 离分别别生是 它是无分别 不是分别的意思 这样就可以了 离分别 远离分别 它我们心法分了两个嘛 一个是分别 一个是无分别 那与其献诀的话 它是无分别 所以呢 加了一个离分别 就是这个是远离分别 那富无错乱 富无错乱的话 一切献诀的话 绝对不是错乱的 它一定是非错乱 对 所以呢 不错乱 辽分别是一个心法的意思 辽分别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辽分跟心事 认知知觉都是同意的 辽分就是这个 那他自治是什么意思 他自治就是特别强调的 就是说排除了自证事是与其献诀 对 自证事的话 自证分的话 它是不是他自治 对 他自治就是这个 他自治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通达 所以呢 除了心法之外的 还有就是其他的 通达其他法的一个这种的心 知道吧 他自治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他自治的意思说 自诊分是一个与其献诀 排除了自家献诀是与其献诀 所以加了一个他自治 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定义就解释完了 那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对 这些都是我们了解这些的 道次第的内容也好 所谓的于其献诀也好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如果你真的想要远离轮回 想要得到解脱的话 必须要就得到于其献诀 才能够就是得到了解脱 那成果也是一样的 于其献诀 就是圣者相续当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志 通达维系无常的志 类似这种的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盖起我们大楼的时候 不盖不打地金 不盖第一楼是九层楼 就是盖起来就不可能的 先一定要就是按部就办的 平时我们觉得讲的 圈里知习十余诸下 九彩雷土七那个 什么 你们也不会讲吧 对不对 九彩之彩七与雷土 类似这样子 所以盖起九层楼的这样的话 一定要一开始 地金上面就是 叠起来就是石头也好 撞头也好 反正就是这样子开始盖的 那一样的 你就是想要入道 想要得到解脱 想要成佛的话 先一定要修于其献诀 于其献诀 对治烦恼或者所持战 非烦恼战来死 就能够达到成佛基解脱国 那所以于其献诀 就是我们分类的话 他修讯着相续当中拥有的智慧 跟方便二知当中的 他属于是智慧 于其献诀就是智慧 那下面就知道了 对 那他自己不共 沾上于 只观双欲的成佛生起 先我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地方 知道吧 那你看我们想要得到 于其献诀的话 首先我们要 必须要得到 只观双欲的三目的 才能够 这个基础上面 才能够就是承办 于其献诀 那没有只观双欲的三目的的话 就不能得到于其献诀 原因是什么 于其献诀的 不共真善缘就是只观双欲的成佛 或者三目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得到于其献诀 一定要修成定 知道吧 先我们就是一定要承办 只观双欲的话 先承办了直 再来就是圣光 就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 直跟观 安直 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 即直 知道吧 安直跟即直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简单的写就是直 直观 安直 即直 这个是不同版本的翻译 都是一样的 那 这样的话 直观双欲的三目的 比如说三目的 安直 还有圣光 三个一定有次第性的 一个修行人的相续 产生的一个顺序来讲的话 一定有先后的差距的 那我们一个人休息的时候 先修三目的 得到了三目的之后 再来努力的去追求安直 那达到了安直之后 再来这个基础上面 安直基础上面 再来我们就追求圣光 这些都是一个休息的过程 知道吧 那这样的话 三目的跟安直中间 有先后的差别的话 那三目的是什么样子的 安直是什么样子的 一定必须要知道 知道吧 其实我跟大家讲 每一个课堂上 就是我强调的 就是这个 这不是我有个人的看法 或者这个是我 我自己念造出来的 这个都是我们 过去的 祖师大德也好 或者是大臣就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个反卖 传承或者是圣教 当中记载的所有的内容和信就是这样子 知道吧 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很多人学习这 根本不知道安直跟上目的有什么区别 知道吧 还有圣观是什么样子的 根本不知道吧 大概就这样 这个问题存在的 那所以呢 那现在就像跟我们一样的 跟我一样的人的话 就是我们还没有未达到一个三目的经界者的话 那现在我们先一定要成办 三目的 知道吧 那修三目的也好 承办三目的的方式 经专业论 还有阿弥陀摩萨论 都有提到 知道吧 大臣的经典论的当中也提到 那米勒在经专业论提到的 或者是一个阿弥陀摩萨论当中提到的 这些东西其实不同的方式而已 但是主要的就是承办 修上目的 承办上目的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个里面提到 就是透有修九祖心的方式去承办上目的 一种是依靠八段行 还有就是断除过失方式去修上目的 类似这样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先还是一个 所以说丧摩地跟安止之间的差别 那安止的话 它绝对不是一个 那个被欲界地所设的 知道吧 那这个是你们应该是也许新的 新的所法 所以你们应该听不太清楚 被欲界地所设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法是属于是欲界的 那这个法是一个属于是上恶界的话 知道吧 色界跟无色界的话 这个叫做被上恶界地所设的 类似这种说法 这个是一个 反正就是佛法当初提到的 直接放在中文的话就是这样子 知道吧 那你看安止 那这个安止绝对不被欲界地所设之 那三谋地的话 三谋地有分来两种 一种就是被欲界地所设的 一种是上恶界地所设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开 那你看安止的话 打到安止境界的话 一定得到上谋地 更不用说的 那上谋地不一定是得到安止的 知道吧 那我们去举个例子来讲 在论地当中记载的 就是我们透有修九奏心的风势 去所以修禅 或者是承办上谋地的时候 那你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就 一定要训练自己的壮助力 知道吧 还有定力 我们现在心的定力是很弱的 非常为弱的 你看一分也没办法不摇动的情况下 装作一系的 看一个所缘上没办法的 一分中有就是 完全没办法按住一个所缘上 永远都是摇动的 知道吧 这种的情况下 心就没办法安低下来的 那心里就是有多少的念头 有多少的分别妄念 所以杂染这种的心 越多的时候 那你就是种族力越来越弱的 就像是我们泥巴水一样的 泥水本来就是泥巴跟水是成分是完全不相同的 知道吧 但是我们脚咬动这样的情况下 你把水的成分是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分别清楚的 一样的我们相续当中拥有的 有装作一心的比较微弱的一些的心能力存在的 但是我们如何培养它 一定要训练它 知道吧 如果不训练它的话 它永远都是睡眠前伏的状态 它的能力不能展现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永远都是被汪念所困住 被撒乱 离撒乱 还有就是睡眠 昏沉 被这种的就是摇动的情况下 那就是你心就没办法定下来 就是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好 就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其实我们训练就是从现在开始 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定力 知道吧 那如果没有训练过 你直接修安置跟上摩地 或者是圣观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 你本身没有啊 自己相训没有的话 你就没办法修吧 知道吧 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不能修这个是正常的 非常清楚的 知道吧 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承办三摩地的话 那其实这个在修学轮当中也提到的 以前与其师他们一开始修三摩地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的什么所缘 不同的所缘 知道吧 所缘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所缘 需要什么样的所缘 就是我们佛教最核心的就是缘空性的直观算意的上摩地 缘空性的安持 缘空性的上摩地 那这个是大臣经典歌论典当中说的 那我们现在进步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缘无我的直观算意的上摩地 知道吧 无我 普特切勒无我 缘普特切勒无我的直观算意的上摩地 是他们主张的就是最主要的恒心就是这个吧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一开始 缘无我的直观算意的上摩地 就是没办法修的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 无我 我们不太了解无我是什么 不能彻底了解了 第二个是说 还是我们的定力不够的 新的定力不够的 知道吧 新要摆不定 由于往往都是一个往外散乱 由于这种的因素导致我们心不定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训练加强 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装作 一心的这种的一个能力 培养 对 那第二个的 在论点当中提到的就是说 一开始修 尤其是他们一开始修三摩地的方式 他的所缘的话 其实一定要选择自己比较合适的 合适的 知道吧 这个是一定有的 你看我们个人去想起来的时候 有些想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清楚的 心也比较定的 有些想起来的时候模糊的 有些想起来的时候心很乱的 这种的一个所缘三摩去选择 应该是我缘这样的一个修上目的的话 比较方便的比较快的 类似这种感觉的话 他把它当作自己的修上目的的所缘 心装作一些的定在在那里 就是一定要训练 那中间就是你煞乱 还有就是心煞乱等等 这些出现的话 那中间修习 这个中间就是还是我们分别忘念比较多的话 比较强的话 那我们就是修西七个突弃上面去数一数 心装作一些的自己西七个突弃上面去数一数 这个是居舍录当中也提到了 他就是妄念比较强的时候 为了躲避这个妄念 为了暂时消除这些的妄念 而去装作一些的西七个突弃上面去数一数 知道吧 其实这个是有帮助的 知道吧 因为试试看有没有帮助就知道了 你非心比较乱的时候坐下来 那你就是西七个突弃数一数 知道吧 完全没有就是摇摆不定 没有就是那个摇动的情况下 心装作一些的自己户心跟西七个突弃上面去 一一二二就是这样子数的话 差不多 二十几或者三十几几次的时候 就万年就消失了 再来就是依靠 再来就是靠就是一个政治跟真念 政治就是他无有颠倒的了解所缘 他帮助 知道吧 加强你的鼎力 那真念的话 他永远都是监督你的心 知道吧 就类似这样 你有点心所缘上离开或者跑掉的时候 他马上就提醒你 再来就是我们把这种的所缘 其他的所缘上抛掉的部分就收射回来 又就是重新盯在同样一个所缘上去继续去修 类似这个政治真念就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 古代的修行者他们的 与其是他们的修行的方式就是 比如说早上早起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候 阳光转寄来 洞穴或者是窗户里面转寄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圆这个阳光 有的时候就是一个 乌色的彩虹一样的这样的颜色 有的时候反正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比较合适的 比较熟悉的一个所缘上去 加强你的自己的定力 确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这个吧 对就是这个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达到三母的地的境界的 所以他的征兆也好 或者他的间歇也好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修行者自己想要 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多久的时间 就能够多久的时间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力 达到了这样的新的能力的话 那你已经达到了 得到了三母的了 知道吧 刚才说什么 我们新的定力就说 修行者自己想要按住在一个所缘上想要多久的时间 按住在一个所缘上想要多久的时间 就能够多久的时间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力的话 你已经达到三母的了 那所以九座心最后的第九座心的话 第九座心的话 它是一个被御界的所设的 还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得到了上儿界的心 只有就是我们还是停留在御界的心上面 那所以你看我们修行者心的定力多强 你知道吧 你想要一个所缘才想要按住一个所缘上 想要多久 就能够多久的时间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或者五个小时 一整天都没有问题的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定力 达到了新的能量的话 这才叫做一个达到了上母的境界 那再来一开始达到上母的境界的话 你看我们装作一些的缘 一个所缘上 不摇动的情况下 你想要安住多久 就能够多久的时间 还是不能引起你身心轻安的感受的时候 就不算是一个安置 知道吧 它不能引起你身心轻安的感受 身轻安 心轻安的感受 虽然你的定力很强 但是它不能引起 有这样的定力导致 引起了你身心轻安的感受的时候 只是说上母的 遇见的上母的 知道吧 它绝对不是一个安置 好 那我们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时候 那再来不断的去训练 知道吧 加强 还是这个定力加强 加强了 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上母的的基础上面 什么时候能引生身心轻安的感受的话 那个时候就确定这个上母的变成为安置了 就可以达到安置 那你看安置得到了安置的话 同时得到 与此同时得到了身心轻安任何一个感受 先得到身心轻安 再来就是心轻安 类似这样 知道吧 那所以身心轻安的感受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言语来表达描述就是有点困扰 知道吧 之前我给你们讲过了 出来没有看过谈过的人 你跟他解释说这个谈声很甜的话 他根本不知道你说不到这个多甜甜 所以我们就像现在类似这种的人 知道吧 出来没有精神没有经历过 没有领受过 所以身心轻安的感受的时候 就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啊 反正就是一个 仇向上的一个解释的话 身轻安的话 身就是非常的 身体非常的灵活 绝对消除了腰伤背痛的 所以头痛的内 全部都消除了 身体轻 知道吧 就可以说百病不轻了 会不会死 大家会死啊 知道吧 生命有限的嘛 但是你有生之年 或者今生你达到了真正的恩之境界的话 身体很舒服 那所以身体被清安 身清安所设置的 感受所设置的 所以身体非常的舒适 非常舒服 知道吧 这是身清安嘛 那心清安的话 内心绝对消除了现实的忧愁 怪爱 知道吧 平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 由于一些的原因 就满上就 情绪就崩溃了 知道吧 有时候才是忧愁 有时候怪爱 或者苦恼 反躁 焦虑 什么都会产生的 知道吧 这些都是消除了 完全没有 绝对不 不可能有的 所以这个是身心清安 就是感受 领受到这样的感受 你达到安置的境界的话 就是可以 能一生 就是身清安跟心清安 就是它名字上讲 心清安 身清安 就这个安 清安就是 反正就是感受的本质 身心清安的感受 有的时候这样的用 比如说身心清安 感受 三个就是一个 把它当作一个名词来 可以解释 知道吧 就是这样 好 那你看 一开始达到了三母地 这个三母地的基础之上 再来追求 不断的加强 得到了安置 那安置之前 达到三母地 新的定力 没有那么足够的时候 这个之前 我们新的动作太多的话 它变成就是一个 修三母地的障碍的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老子讲的 一切法都是一个自然的 我们就是面对它 或者应对它的时候 一定要身心自然面对 你一点点自己 从自己方面 就是有一点点 有动作 有一个 加油天受的感受 类似这感觉 这样的一个对待 它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反效果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身心自然 安泛 它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顺从它的 类似这样的一个 面对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反效果 这个是由心理学上来讲 确实有合理的 知道吧 你看我们就是定力不够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九座心 或者是一个八段 八段行里面有讲 做习不做习 两个八段行 八段行 断就是断出的断 修丧目的的过程 依靠八段行 八段行是什么 八段行里面有 其中两个就是 做习不做习 知道吧 做就是我们做 工作的做 做行 行就是行为的行 做习不做习 那做习不做习 奇怪吧 这是一个八段行里面出现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这个有道理的 比如说我们修禅也好 三目的也好 修习的过程 我们修行者 一定要靠自己的政治正念 这是一定的 不管是你修道次第也好 日常生活当中 你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要靠自己的政治正念的话 那就更好的 知道吧 所以我们就是刚才讲的 政治正念 依靠政治正念来去修丧目的 那政治是什么 政治就是 无有颠倒的了解 承办丧目的的一个方式 这个就叫做政治 正念是什么 你修这个承办丧目的的过程 由正念来维护你的 知道吧 维护怎么去维护呢 正念来就是监督 你修习的过程 比如说 有一点点我们就心意泡垫 泡垫 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他马上就提醒你 你心意不在意 知道吧 就是累着这种 我们体会到了 自己体会到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 好 那一开始修炼丧目的的时候 心不定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我们关下一个八瓣的莲花 类似 我们就关下八瓣的莲花 中间有华蕊 这个上面什么都可以关下 那关下的话 我们就心被摇动 一开始去关下的时候 其实不是清楚的 原因是什么 我们忘念太多了 知道吧 一下子就是心跑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就展现太多了 知道吧 这样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是 做戏不做戏的原因是什么 你心完全没有摇动的情况下 非常清新的显现出 关下的对际来的时候 不做戏 要不做戏 要不做戏是什么 绝对不可以监督 绝对不可以 我现在想什么 另外一个念头跑出来的话 又就是散乱了 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叫做不做戏 那做戏是什么 心跑掉了以后 散乱了以后 又就是没有去找 收回来的话 知道吧 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就心就乱了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先观一下一个莲花 好漂亮 我们清楚写写出来的那一刻 这个莲花是不是一个物质 你看心马上就跑掉了 不可以观察的 这样的一个刻意地去造造 那个加油天作的说 观察的说心就容易跑掉了 那所以我们就是观下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你看做戏不做戏 这两个事不是永和的 一定要我们平常讲 一人之一 一时之一 因地之一 这个话是非常有作用的 知道吧 比如说你就是心的定力很强 好好 所以心没有摇动的情况 就装作一些的像 一个两花扇的时候 那心非常的稳定的时候 那你内心另外一个念头 就观察的时候 心就跑掉了 这个是 那如果你纵如他心煞乱 纵如心煞乱的话 这个叫做不作行 作行就是这个 不作行 知道吧 那所以作行就是 作行不作行 这两个是 一个是心煞乱的时候 一定要作行 一定要收舍回来 那心比较稳定的时候 不作行就是绝对不可以想另外一些事情 简单的话就是不作行 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修上目的的过程来讲的话 这些的圣教一定要知道吧 知道吧 那所以这样的就是 心就是一定要这样的训练的 其实心是很好窜息的 原因是什么 他本身就是一个这种能力存在的 你不断的这样的训练的话 一天比一天好 一天比一天清楚 那你如果一天也一个小时也没有作行 没有什么训练的话 那永远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如果你年龄就是越来越增加的时候 心越来越模糊的 就像我们五根式一样的 知道吧 五根式的话 我们就是跟身体一般的 他年龄增加的时候 他就衰败或者衰退 他的能力就都是一个衰退的 这样的话五根式的 看听 知道吧 长文 都是一个衰退 能力是衰退的 那意识的话绝对不是这样子 知道吧 年龄越来越 年龄就是越来越增加 但是你不断的这样的序列的话 心就是越来越会起 就是明显越来越清楚的 这个跟五根式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好 那你看我们就是 为达到三目的境界之前 你修习三目的的这个过程 绝对不可以观察的 知道吧 不可以观察的 观察 观察 知道吧 观察的话就是心就散乱的 跑掉了 好 那再来达到了三目的 在这个三目的跟安置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一开始达到三目的的时候 虽然心的地力够了 完全够了 你想要安置多久时间就能够多久的时间 你有达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但是你还是不能得到了 色界跟无色界的心 知道吧 那所以呢 就是这个 你还不一样的地方 就这个 安置的话 它属于是上二界任何一种心 不是欲界的心 三目的的话 两个都有 就这样的分开 那达到了安置境界的时候 那还 定力够 还是那个修缠 导致身心情安的感受 已经能一生身心情安的感受 但是还是没有 定力够 但是观察力不够了 那如果你没有观察的话 就不对了 你方便的方便来讲的话 比较足够的 但是智慧方面来讲 还是比较缺弱的 知道吧 这样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我们自己智慧的时候 那必须要争取圣光 知道吧 圣光 直观算一则是光嘛 知道吧 好 那这样的话 那现在开始做什么呢 动作是什么样的动作 那现在开始一定要观察 观察的 知道吧 那观察是怎么去观察的 有很多方式 比如说我们观察是一定要 基本的这个观 所观察的对境 是你一定要清楚了解 再来这个上面去观察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学习 修行者一定要听听思为先细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你不听的话 你就不知道 你不思维的话 它内容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那没有办法理解的话 你怎么能够修呢 这是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去判断 就知道了 知道吧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坐在上面的人 就是下面跟他 跟他讲 就是说 如果你不听 不学习的话 不思维的话 没办法修的原因 这样的讲的时候 也许很多人 有些人就是 已经要对话入座 知道吧 不是这样的 做就好了 不需要学习 类似这种的人也很多 知道吧 其实这个是我们看个人 最好就是我之前讲过了 以我个人的 以我们个人的 自我的人生的经历 知道吧 你不知道的话 能不能修 你就知道 你自己看 就是这个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争取圣光 知道吧 那争取圣光 开始就定力够了 这个安置的基础上 去观察 那观察就是 我跟你们讲 三四级道辟当中 第一开始讲到的 就是 据舍律当中讲的 就是 身受心法思念注 知道吧 这个有开始练习的人 比较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一开始我们大概 往自己的身体 整个身体 不需要仔细的去想 知道吧 从头到脚 大概就是我的身体 就是想起来 那你看 观察的时候 从头部 虎龙 虎龙虎肩 还有肩膀 胸 还有肚 还有再来腰 再来就是大腿 膝盖 小腿 脚趾 类似这样的 慢慢慢慢就是 所以慢慢去观察 这些都是一个 先身体 它自己本身的身体 就观察一次 慢慢地观察 不要那么快 知道吗 那再来观察完之后 再来就是 从脚开始也好 从头开始也好 那分析一下 这些都是一个物质 知道吧 维成所构成的聚合体 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 都是属于是维成 无数的维成所过程的聚合体 这样的仔细的观察 确定就是这样的观察 观察完之后 再来就观察一下 这些的身体 都是一个无常 知道吧 第一个是 身体的本质是色法物质 这样的就是身体 自己的自相 身体共享的话 身体共享的话 身体跟其他所有 有违法共享是什么 无常 无我 知道吧 这些都是一个共享 跟其他的物质 所共同的共享 那所以 世青告诉我们说 修身念柱 受念柱 心念柱 法念柱 那每一个休息的过程 透由自相 即共享 观察自相 即共享 而去 按足修 类似这样 那你看这个是观察完之后 再来就是身体是一个 业余烦恼 导致所产生的 有落的孕 它是一个苦恼 因为世青 摩尼佛提到说 有落皆苦 知道吧 它是一个不断的变化性 永远不停的变化 所以 这个是一个 世青 摩尼佛告诉我们说 诸息无常 那所以 我现在 所想象的那样 独立 知道吧 独立 个体的 有和性的 不变性的 还有就是一个 不靠日和 从能处自己方面成立了 当作个体的我 这是我想象当中的 这个是绝对没有 所以呢 我们所缘上 一定要自然就放空 知道吧 化为空 这个是空当下 这个空当中 一定要稍微就是 按照在这个空当中 思维下 这样是很好的 知道吧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训练 不断的去训练 不断的训练 这个是大概就是 你比较顺畅 或者顺利的话 以后你看我们就是 修上师相义法 知道吧 上师相义法 如果没有这种的基础 很好的一个基础的话 你修上师相义法 真的很困难的 知道吧 那你看现在我就是 实话 实话是说的话 很多人讲就是上师相义法 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 但是修起来的时候 真的很难修的 你怎么修 知道吧 嘴巴念一念 大家觉得修上师相义法 这个嘴巴你也跟心理修是完全不一样的 知道吧 内心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知道了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我们消除 内心拥有的颠倒 错乱 妄念 执着 贪吃吃买 任何等等的烦恼 跟所有的 知道吧 索质账 那个烦恼账 那这样的话 就是内心本身一定要 从基础开始一定要打起来 这样子才可以 好 那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达到了安置的时候 那你心定力就够的时候 那你就有多观察 就不会影响你的定力 你已经习惯 这个定力就是已经非常坚定的 这种坚定的知识 你去观察的话 观察力度非常强的 知道吧 那现在我们观察的 就是观察力度不大的 原因是什么 定力才弱的 那你观察一下 你说说话就是观察 一分两分钟以后 就是累死了 知道吧 不想去观察的 所以定力不够 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 那所以呢 定力够的时候 这个上面去观察 非常好的 那所以一开始 到了一个安置的境界的时候 在这个安置的基础上去观察 观察怎么去观察 刚才前面讲的 知道吧 先观察自己的 修了顺便修了一个 蛮长的四年座的方式 知道吧 身体的部分 再来自己感受的部分 再来自己试 言而别是神六事 第四个就是除了这伤法以外的 所有的有违法跟无违法 这些都是大概就是这样去观察一下的话 那就很好的 知道吧 这样子不断地去观察观察观察 那你看 一开始观察的情况下 还是不能引起观察导致一生出来 就是神性情安的感受 还没有达到这个话 还是没有得到圣观的 虽然你修安置的情况下 已经能以身神性情安 但是一旦你观察的时候 还是不能生起情安的时候 你没有达到圣观的境界 那再来不断地去观察观察观察 只有一天 观察导致能一生出来 神性情安的感受的话 那就毫不犹豫地达到了圣观的境界 那你达到圣观境界的时候 那就开始修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知道吧 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修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不需要达到圣旨的境界 知道吧 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不需要达到圣旨的境界 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还是未入道者 还是可以修的 知道吧 但是原无我跟原为戏的无常的 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是不可能有的 原无我的 原无我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的话 最起码得到了 三层任何 三层的加性道一山 任何一种的加性道一山的这样的境界 才可以得到原无我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知道吗 但是当下的就是通达无我也是比量去通达的 限量是不可能的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有了直观双异的善谋地的话 这是看它的所缘 如果原无我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的话 那得了 就可以我们对质 轮回根本的最主要的就是原无我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知道吧 它培养出来 并且它就是分别变成为无分别的那一刻 叫做原空性的 原无我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甚至相续的 于前现觉的直观双异的善谋地 知道吧 那于前现觉的话 那就是甚至一山的 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它的定义当中提到的就是这个 大概这个中间就是给大家 就是这样解释比较好的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念下去没有用的 你看于前现觉的定义是什么 依靠 以成为自己不共 真善于 直观双异的善谋之一 离分别复物错乱的良别 而于前现觉的定义 你讲下去有什么用 心里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知道吧 那你看这个过程定义当中我们 所以一些重点的地方 就给大家这样的初步的解释的话 那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就是有了一个概念 哦 原来是这样子 知道吧 这是一个学习的目的 大概就自己放下也好 或者修习的方向 修禅或者上某地 安置圣光有什么区别 大概就有一点理解的 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再来这里看 为一成为自己不共 真善于 直观双异禅的善谐之一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就是圣者相续中 对 圣者相续中的话 与其现觉的话 它不存在于反复相续当中 就是圣者就是排除了 对 存在于反复相续当中的 知道了 这就可以了 好 那离分别 它本身是一个现觉 现觉的话绝对不是分别的 分别跟现觉是完全锚对的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离分别 负错乱的了别 他之之 对 负错乱的 不错乱也可以 负不加也可以 知道吧 不错乱的了别就可以了 负错乱的了别他之之 对 我知道 对 有不加也可以 反正就是这个 对 不错乱的了别他之之 对 他是无臭乱 对 原因是什么 于其现觉 绝对不是 绝对没有臭乱的 绝对没有臭乱的 这个是决定的 就是这个 对 他之之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排除了 自证分 自证现觉 是于其现觉 自证分 前面我们讲过了 也许后面也有没有问题的 自证现觉 OK 为原权 为于其现觉的 的形象 他的定义 于其现觉的定义 好 那分为两种 二种 那是什么呢 成为于其现觉质量 第一个是于其现觉质量 成为于其现觉的质量 那分类两个 但无成为于其现觉质 贤为的知觉者 你看其他都有 前面我们讲过 比如说献诀 它本身有量在觉知 与贤为的知 前面我们分过 贤为的知虽然不是错乱的 但是它不能彻底了解对境 知道吧 贤为的本身就是这个 那与其献诀 没有贤为的的原因是什么 与其献诀的话 一定清楚 彻底清楚通达对境者 这样的话 他就是与其献诀 绝对没有贤为的知 就是这个意思 就知道吧 清楚吗 好 你看贤为的知是什么 这是我们上礼拜 跟大家讲过 知道吧 虽然清楚显现对境 但是不能确定了解对境者 这个叫做学与贤为的知 那与其献诀的话 他绝对没有这种的 他如所显现的那样 他就清楚了解了 那所以与其献诀 而且是他甚至相续具有的 知道吧 甚至相续具有的 所以他不可能有贤为的知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当无成文于其献诀 至贤为的知觉者 对就是这个 那你看这里面有贤而未定 知道吧 未定是不确定的 这个不确定就是 虽然显现出来 贤而就是虽然清楚显现对境 但不能确定 但不能确定 不能彻底了解他 不能确定了解他 所以这样的心就是叫做显为的 好 那再来 盖凡违于其献诀 盖凡违于其献诀 知之所良 尽皆定过 你看这个语法是非常的亮的 知道吧 这是很厉害的 第一个是古文 维养文 第二个是佛法 加上去的时候 那就是确实不好 你也不好学的 知道吧 它是什么呢 反思于其献诀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反思于其献诀 字之就是这个字 就是于其献诀它本身 如果它是于其献诀的话 这个于其献诀所良 所良就是它所同达的 所了解的对境 所良 对这个不可以念量 所良 所良就是它所了解的对境 对 所良 你看这个了解对境 所良净 皆定过 皆定过 这个定的代表是什么 它的代表就是说 肯定彻底了解 决定是彻底了解的 就是这个意思 定 彻底了解 好 那如释量论 于法成著作的释量论 当中也是根据提到的 就是说 由大致所见 一切相皆定 就是这个意思 那由大致所见是什么 这个有两个方面来去解释的 由大致 由大致者 知道吧 由大致谁 圣者 比如说 见到一闪的 对 大致 这个大致有的时候 然后就是不得切入 是谁 就是圣者 圣者 圣者 他所看到的东西 就是类似这样子 大致所见 那第二个是 圣者 与其限界 圣者 他相续具有的 道次第 大致 这个大致就是道次第 圣者相续具有的道次第 他们所看到的对境 就是这个意思 他所看到的对境 所见 就是这个意思 一切相皆定 一切都是彻底了解的 绝地了解的 就没有模糊的 没有就是 显微地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据 对 法成 圣者 在十内瑞当中提到的 一切相皆定 皆定 就是一切都是 他如所显现 都可以彻底同达 彻底了解 皆定 就是一个 确定的定 知道吧 皆定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虽有成为一切现界 现觉至 一觉至 但是一切现界 他也有再觉至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不会影响的 知道吧 你看我们 觉知分类七种的时候 七种当中 无有颠倒了解对极者 有量 限量跟比量 再觉知 这三个是彻底了解对极者 知道吧 所以这个就是 虽有成为一切 一切现觉 一切现觉 一切现觉的 再觉知 或者一觉知 不会影响的 就可以有的 知道吧 那所以是什么呢 比如说 身为圣者 他开始通达 对 开始通达 通达无我的时候 那他开始通达 无我的这个智慧 智 道 就是叫做一个 于切现觉 知道吧 甚至的道 都是依靠着自己 不共这善缘 只观算意的上梦 神奇 一定是神奇的 知道吧 那所以他相续具有的 通达无我的智 也是于切现觉 那一开始通达无我的 就是于切现觉的话 他第二刹那的时候 就变成为再觉知了 知道吧 第一刹那是他是量 于切现觉量 第二刹那的时候 以后就变成为 于切现觉 一觉知 再觉知 就是这个 以时间来判断 大概就是这样 但如于那个 再觉知 那你看这个里面提到 就是 但如一切知 第二刹那 必非以觉知者 那所以 这个里面我提到 就是很有趣的 虽然于切现觉 有再觉知 但是一切相知 没有再觉知 就是这个分开的 那于一切相知是什么 一切相知就是 佛相续具有的所有的心 知道吧 智慧跟分辨 这些都是叫做 一切相知 知道吧 反正就是一切相知的话 他相续具有的 甚至都是一个佛 除了佛之外 没有一切相知 那你看 于切现觉的话 他有量 再来就是可以分 再觉知 那他跟世间普通的人的心 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他还是没有心而为敌 知道吧 于切现觉 他没有心而为敌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原因是什么 圣者相续具有的道 他绝对没有心而为敌之 那于切现觉的话 他相续具有的都是圣者 他变成圣者相续具有的道 所以绝对没有 就是心而为敌之 知道吧 他还是有再觉知可以分的 那佛相续具有的量 心不可以再觉知 那更不用说贤为敌 知道吧 佛相续具有的 任何的心所兴亡 都没有贤为敌之 都没有错乱事 都没有颠倒 根本没有的 知道吧 他已经远离一切的错乱 一切远离一切的颠倒 这是我们心经里面常常念的 远离颠倒梦想就已经涅盘 他已经离开了 清除了 那他拥有的是什么 虽然他也有余切现觉 佛的智慧都是可以说是余切现觉 但没有再觉知 就是这个意思 佛相续具有的片子一切的知 没有再觉知 那你看这个里面我跟你们讲 就是很有巧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我们讲 一刹那二刹那风 知道吧 以时间来判断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讲 甚至他相续具有的余切现量 再来就是第二刹那就变成余切现觉 再觉知 一觉知 就是以时间来判断的话 第一刹那它是一个量 第二刹那以后是变成为再觉知 这是你们不知道 这个里面中间有什么 其他的意义 这个里面其他的意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身为圣者 独觉圣者或者菩萨圣者的话 他们都属于是众生 知道吧 他们都是属于是还是众生 他没有远离一切的障碍的 知道吧 身为圣者的阿罗汉的话 他们只是远离烦恼战 他还没有远离非烦恼战 类是这样子 得到成佛的主要障碍 还没有远离的 还有很多的喜气跟种子都是存在的 不仅仅是这样子 他们就是身为独觉的圣者也好 菩萨圣者也好 他们了解 开始了解对境的时候 第二刹那的时候 第二刹那他的后续第二刹那的 为什么叫做一个再觉知呢 已觉知呢 因为他第二刹那的时候也是 无有颠倒了解对境的原因 主要的是靠第一刹那的时候 以及同达 无有颠倒了解他 导致第二刹那后续他的 很近 所以继续就可以了解他 所以他了解第二刹那的时候 了解对境也是 一半是靠第一刹那了解 所以他就是第二刹那的时候 继续就了解 这样的一个意思存在 其实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我举例来讲 这是我以我们个人的经历 比如说你小的时候 了解看到过 听到过的 听到过的 闻到过的 知道吧 有些人现在还是清晰楚楚想起来的 有些人怎么想就想不起来了 慢慢就没落了 消失了 所以已经上市了 所以我们就是完全遗忘了 想不起来的 知道吧 好 那你看我们以前了解的部分 所以现在还是能回想 这个都是完全看当时你清楚了解他 他的后续还是叙流存在 所以他就是靠前面了解的原因 再来还是现在有一点的了解了 就是一个逻辑上通的 知道吧 那身为独觉的圣者也好 菩萨圣者也好 他们还是都是属于众生的 他们不管是了解多久的时间 知道吧 昨天了解今天继续了解的时候 今天继续了解的都是依靠昨天开始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的 知道吧 他会变成一觉智 你看一觉智 你已经通达 继续还是抓住着 知道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佛不一样的 佛不一样的是什么 佛不管是怎么样 世界的变化 他永远通达对其事 不需要靠任何的前后的刹那 他有这种能力 知道吧 他没有一个不需要靠自己的情形动念 分别忘 知道吧 他完全远离这种的 他就是任欲而成 任欲而成者 任欲而成者 所以他第二刹那通达无我 第一刹那通达无我的 这两个是不需要通达第二刹那通达对其的时候 他不需要靠第一刹那通达 然后他完全从第二刹那的时候而是 自己的智力导致就是可以通达对其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佛没有再觉知 佛的智慧没有再觉知 然后这样子可以了 这样子结实可以 你看这里讲的他根据讲的就说 但如一切智之 第二刹那 并非一决之者 你看这个阶段我们这样子去解释的 知道吧 好 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讲说 凡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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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凡是它是一个佛相续具有的智的话 皆为量过 你看佛相续具有的所有的 对觉知都是一个量 绝对没有再觉知更 学为的更不用说 知道吧 那所以佛相续具有的都是量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看这个是我们地方就是怎么去解释呢 这样的你们就是这样子想就可以了 佛制的话一定是那样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这样的考虑 佛制的话 了解对际 了解的所有的了解对际的方式都是自力 完完全全自力去了解对际 他不需要靠其他的 知道吧 前后的刹那的力量 再去了解对际 不是这个 所以自力了解对际 跟他力了解对际有差别的 有什么差别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这样的比较好的 好 比如说 我们的六世希望 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第六世 现在我们第六世希望的话 意识的话 它不是烦恼吗 它不是烦恼啊 但是你贪心强烈的现实的时候 你的第六世 就完全跟混在一起 跟谭心强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是根本没办法分开的 知道吧 就是第六世就完全是受到它的沾染 它的构染 就是这样的问题存在的 但是它不是一个烦恼啊 知道吧 比如说第六世跟贪心暂时相依的时候 它贪心想什么 它也会就如此这样的感受 那个想象 知道吧 比如说你举例来讲 第六世是不是陈慧嘛 知道吧 陈慧强烈的现起的时候 暂时第六世跟陈慧是相依的 它影响第六世 知道吧 那陈慧显现什么样的对际出来 同样第六世也是如此这样的显现出来 知道吧 这个是受它的影响 它们两个暂时相依的关系 互相影响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 第六世不是自立写写出来的 这是它立写写出来的 你看受它的影响才能写写出来的 那另外一个我跟你们讲 有欲 有欲 有欲之心嘛 有欲 有欲跟它相处的相依的希望的话 知道吧 知道吧 这个希望也是犹豫的 知道吧 那希望的话它是犹豫之心吗 不是 知道吧 它犹豫是它立的 不是自立犹豫的 知道吧 这个有逻辑上来讲 一定有差别吧 那我们一般人根本搞不清楚 知道吧 你看 犹豫它本身是属于是心所的 不是希望的 第六世是希望的 那第六世跟 所以呢 跟它相依的 犹豫相依的时候 那希望也是犹豫的 但是不是犹豫之心 不是 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自立犹豫的 他是他立犹豫的 那他跟他相依的犹豫 真正的犹豫心的话 他是本身是犹豫的 他自己自立犹豫的 这个有差别吗 肯定会有差别 知道吧 好 就是这样的分析也是不错的 好 那再来 解释两句 如 适量律解脱道 道律于 这个解脱道律是 甲超节著作的 甲超节 于 无人欲从内心神度 思量未觉察到 一切至由 非正者 非心正者 你看 他这里讲到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不是有点 写白话比较好 但是这里就是很复杂的 知道吧 他这里就 无人出欲 越充 越充 你看我越来越想 往内去观察 知道吧 甲超节他说 我自己往内去思想 不断的去想 越想越 我 神度就是 神差的度 知道吧 神差的时候 越来越去神他的神差的时候 神是度 对 适量 对 没办法 未觉察到 我没办法观察到 知道吧 观察到是什么呢 一切至由 非心正者 你看 一切至就是佛 佛的智慧 佛智 我完全 完全检查不到 他有非量 就是这个意思 心正者 对 非心正者 那量是心正者 再觉知事 不是心正者 所以我察觉不到 对佛心有非心正者 都是心正者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又如 量除异弊论 于 未为由前念量 支持之故 其成为一切之 那所以这里也就是提到的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 唯有前念量支持之故 前面刹那就是了解 前面量就是支持之故 后面第二刹那便成为再觉知的话 则一切之第二刹那以上 则有成为一觉之过世等 你看 其实很多的大臣都是一样的 他们说 如果你只是说 前刹那一级同达了 他继续支持他的对境 他是第二刹那 你这样的原因讲的话 那 否知也有再觉知的过世了 他的话就是说 否知绝对没有再觉知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都是一个根据讲出来的 等 将有无数驳斥之力 于下乐受智 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这个中间休息一下 好 那再来 复词 那 以上的我们讲到的都是那个 现觉 对 纯粹讲现觉的部分 那现在才开始讲限量 知道吧 对 限量 那复词 是 离分别兴起 你看 再加上去了 兴起 非其款之辽别 为限量之形象 对 限量的形象 那 限界的话 中间没有 兴起 这个 对 离分别 非其款之辽别 限界的第一 那这个上面加了限量的话 这个上面加了限量的话 新起 非其款的辽别 就是这样的限量的第一 那为离分别 离分别的话 同样前面 这以上说的都是一样的 信 那个分别 离分别的话 它本身是 不是分别的意思 知道吧 对 限量的话 限觉的话 它本身不是一个分别 所以离分别 限界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了 一开始了解对极者 就是这个意思 一开始了解对极者 所以加了一个心情 对 就是这个 那 非其款 非其款就是 不是不了解对极 对 非其款就是 其款的话不了解对极 非其款就是 不是不了解对极 那就是 它的想法是什么 就能了解对极 就是这个意思 了解 了解 了别就是 不是物质 又不是不相依性 它是一个心法的意思 对 了别的意思 那这样的一个 条件聚合者 对 为限量的形象 它称它为就是限量 就是这个意思 限量分为 那限量分类的话 它分为 自证限量 根限量 意限量 余切限量 余切限量等四 对四种 就是这个 那其实限觉我们分类四个意思 已经讲好了 知道吧 其实这个教育的顺序也好 配列也好 非常好的 前面我们讲 一开始讲就是 根式跟异式 那根式 异式当中 限觉的部分 错乱的部分 颠倒的部分 应该是颠倒错乱 是应该是后面讲的 对 那先觉 先觉 讲好了 再来就是先觉 限量的话 先觉量 或者限量 限量的话 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那定义 讲好了 再来就分类的话 有四种 那四种是什么呢 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 资政分 资政限量的 它的一个本身的 就是这里就是清楚 显示出来 对 这里讲说 为为向内缘 成为单 直 离分别兴起 父 非其狂之了别 为自在限量的形象 那自在限量的定义当中 向内缘是什么意思 为向内缘 就是你看 这个是我之前 我给你们 资政分的时候 已经讲好了 资政分是什么 任何的心事 都有领受自己的资政分 领受自己的资政分的话 它要有什么样的概念 知道吧 就像是一体连面 一体连面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是在思想上 盖起一个 就是一个想象的 那个抽象的话 大概就是一体连面 就是 比如说 掩饰的话 掩饰 本身是一体连面 连面是什么 掩饰可以看到 射出外在的东西 一面 领受自己的资政分的话 只是看到 掩饰自己本身 看不到外在的东西 所以一体连面 所以一体连面就是 掩饰领受自己的资政分 是属于掩饰 跟掩饰是同体的 但是它有 就是一个 从两个方面去 不同的 作用的角度去分开的 它就是能看到外界 外在的东西 所以它 纯粹的讲究掩饰 掩饰所领受的资政分的话 它跟掩饰是同体的 但是它一方面就是 只是看到掩饰自己 所以你看 自证 自证就是 自己看到自己 知道吧 所以掩饰领受自己的资政分 它所欲使掩饰 但是它只是看到自己 而看不到外在的 除了自己之外的 所有的法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叫做一个资政分 你看这里讲到 唯就是排除之 遮持 它遮持 遮持了什么 遮持就是看到外在的东西 对 遮持可以看到外在的东西 唯向内缘 你看 只是向内缘 内缘就是内外 就是所有的心事都称它为内 除了心事之外的都是外 内是这样的分开 它只是向内外 就是向内缘 所以缘就是看的意思 对 只是看到内在的缘 好 好 当直 当直 当直的是什么 当直的意思是什么 单一的 单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不是跟任何心所希望相依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 知道吧 它不跟心所相依 又不跟心王相依的 反正就是所有的心事 心王 心王 心所都有领受自己的自在分 但是这个是不跟心所相依 或者是不跟心王相依的 那为什么这样的程序呢 其实这个有他们不得不这样的程序 原因是什么 我举例来讲 掩饰的话它是心所希望 知道吧 它显现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色处知道吧 那如果掩饰灵受自己的自在分 跟掩饰这两个二指是相依的话 那变成无相相依的 无相相依的话 那所缘相依 习相相依嘛 那这样的话新闻看到什么 写些什么样东西来 它也有写些这样的来 所缘相依嘛 那领受自己的自在分的话 它根本没办法写些外在的东西 它怎么更可能心王相依呢 没办法的 其实它勉强讲说 它不跟心所 任何的心所相依 又不跟任何心王相依 所以它就是当之 就是这个意思 当之 知道吧 其实这个定义当中 提到的也是蛮清楚的 它就是为相内缘 就是只是看到自己 心事的部分 知道吧 只看到内在心事的部分 那成为当之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就是成为一个 不跟任何的心所跟心王相依者 就是这个意思 当之 当之 当之就是这个 那离分别是对的 离分别是什么 它是一个限量 限量的话一定是无分别 它是体性 不是一个分别 所以离分别 兴起它是一个量 所以必须要兴起 开始通达对极者 就是这个 父非七款之了别 它绝对不是不了解对极者 而且它是一个心法了别 就是这个意思 为自证限量的形象 你看自证限量就是这个 那再来 未一成为自己不共真善缘 由色根生起 离分别兴起 父非七款之了别 唯一根限量的形象 你看 那再来就是第二步 就是根限量 那根限觉 我们之前讲过了 其实根限量 跟限量的定义差别是吗 只有差别就是中间加了一个心气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原因是什么呢 跟限量的话 它限觉一定的 这个上面加了一个心气 不仅仅是限觉 它还是同达对极者 所以限量就是限量就是这样子 根限量的话 它主要的就是 它已成为自己不共真善缘 那个色根生起之一 色根是什么 那根限量的话 一定是五根是任何一种 五根是什么 言而彼时生五根是任何一种 这叫做根限量 这个根就是色根的意思 色根 知道吧 那易根的话 它不是一个色法 所以它实时纯粹地讲 就是说易根 那色根就是千五根式的 不共这三元 是一个色根 图写出来 它加了一个色 对色根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 知道吧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色根生起之一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是这个 比如说 跟限量 我们学习跟限量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说 那我的五根式都是限量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概念 知道吧 我们的五根式都是无分别的话 没有错 无分别也有颠倒 也有错乱 没有问题 知道吧 那五根式都是限决的话 也是错误的 这个也不对的 原因是什么 颠倒式的话 绝对不是限决 错乱的话 绝对不是限决 限决就是完全不是一个分别 又不是一个错乱者 知道吧 你看我之前讲过 限决分为 那个 根限决 易限决 自证限决 还有就是那个 于谦限决四种 你看限决 我们第一个谈的就是 根限决的话 五根限决 知道吧 五根限决的话 言而彼时生 五根限决 五根限决 他主要的就是 他的自己不共这善缘 是不同的 知道吧 比如说言诗的话 自己不共这善缘 也更生起 那他的定义当中的条件 必须要具足的 你看 依靠自己不共这善缘 也更生起之一 离分别不出来的了别 类似这样的话就是 也根限量的定义 也是限量的定义 知道吧 那所以如果这个里面不加 就是不错乱的话 对 非气狂或者不错乱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也是都是不错乱吗 不是吧 也是有错乱啊 那儿式都是不错乱吗 不是啊 儿式也有错乱 又有电脑 那所以呢 这个你看 一个根式当中也是选出来 我们可以 学到的就是说 根限量当中 根式当中有错乱 有电脑 有限决 分别 知道吧 没有的就是什么 没有的就是分别没有了 分别没有 知道吧 都是无分别的 那意识的话 意识也有颠倒 有错乱 有分别 知道吧 你看 意识的话 它里面就是比较多的分别 所有的分别都是属于是意识的吧 知道吧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想起来的话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哦 原来是五根限决的定义就是如此 但是五根式的话 不一定五根限决 知道吧 那你看五根限决 当中也可以分 纯粹的五根限决在决之 五根限决的量 那那样的定义是什么 刚才我们如前书说的 这个五根限决的量 知道吧 需要这样的调节具处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一称文 自己不共真上缘 由色根生起 尼分别 尼分别 尼分别兴起 父妃其狂之了别 唯一 跟五根限量的形象 这个是有点不对的 五根限量的形象的话不对了 这个跟限量的形象就可以了 你加了这里五根限量的形象的话 五根限量就没有交集的 没有相符 五根限量根本没有定义的 对啊 五根限量各个有定义 但是共同没有什么一个定义啊 知道吧 就是这个 那五 这个是说 一称文自己不共真上缘 你看 色根生起离分别 好 心起父妃其狂之了别 唯一 跟限量的形象 这个五不要了 这是错误的 叫上去了 OK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桌子跟椅子 遏制有没有形象 没有嘛 人跟牛遏制有没有形象 没有嘛 不特长期无常遏制 有没有定义 没有啊 这个是错误的 自己加上去的五 自己说这个限量就是翻译的人 前面讲了五 分类有五根限量 所以他下面写五根限量的形象 这是不太理解 就是人如意发生犯错了 知道吧 这个是不对的 OK 分为 紫色根限量的等五种 对 那再来 一成我自己不共真上缘 好 一根所起 而分别 应该这里错了 离分别 一样的 再上一根生起之一 离分别 兴起 父非其款之了别 为一根限量的形象 对 就是这个 次分为 只设一根限量等六种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它分类有 只设一根限量等六种 是怎么去分的 比如说这样分的 你们看这里啊 这样子比较清楚 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低头 我也不知道你们睡着 或者什么样 知道吧 对 只设根 这样的限觉等六种的意思怎么分的 比如说一限觉啊 也是看 知道吧 也是看 它引申出来的一个一限觉 耳朵听 它后面引申出来的 只生的一限觉 彼氏文 它引申出来的一限觉 直相的一限觉 实是尝 尝了之后 它引申出来的 直 只是那个直味的实限觉 一限觉吧 直味的一限觉 那我们身是铺素的时候 铺素促感 但是已生出来的直触的一限觉 那还有就是一限觉 其他的 知道吧 神通啊 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 你看 如果你四身相为处法 六处分 了解六处的 六个一限觉可以有的 所以能这样分的 知道吧 这样子比较清楚吧 知道吧 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六处 那再来 为一成为 以自己增上缘 只观参与成定 对 它这个是早上讲的一样的 只观参与的成定 生起 心正 你看 这里讲心正 心正的意思说 如果任何的分别 任何的比量 比量的话 它了解对极的方式 是绝对不是心正的 知道吧 现正的话 无分别 而且是限量 现觉才可能 才能现正对极 现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现正就是了解它的时候 其实这个是有点复杂的 我写这个中间跟你们解释一下 这样比较好的 分别了解对极 跟无分别了解对极的 两个方式是不同的 知道吧 其实显现的方式也不一样的 了解对极的方式也不一样 这个方式是 应该是这样的描述 知道吧 不然的话就是没办法的 老子讲的一样的 勉强这样的解释 不然的话 言语以来没办法形容的 知道吧 大概就是这个心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五个现量的话 它理解对极都是心正的 知道吧 五根限量 这不是说五根是了解对极是心正 不是这个哦 五根限量 量是一定无有点的了解对极 五根限量的话 它了解对极都是一个心正的 比如说眼识看到四处 是心正的 我是听到深处是心正的 别是闻到相位是心正的 神是灵受到肠道滋味是一个心正的 神是灵受到处处也是心正的 知道吧 这些都是一个心正 好 那分别不能心正的原因是什么 好 分别 第一个问题是 凡事分别都是错乱 它的问题在这 它错在于哪里 错在于错在于对极的一种跟生种上面 那一种生种就是不知道 知道吧 一种跟生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意思 一种跟生种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 这样的比较好的 知道吧 那我们不需要透过五根事 你内在去想一想 先我跟你们讲 就是印度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样的城市 那里有什么样的上坡 有什么河 这样讲的话 你心里肯定会跟着我的介绍 就是肯定会想起来的 应该是那样 应该是这样 反正就是每一个人想象的不一样 对 但是分别就可以这样的写写出来的 五根是根本没有能力的 有没有 没有啊 知道吧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跟你讲 瓶子 非常漂亮的一个瓶子 就我们分别就显现出来的 知道吧 那想一下瓶子 显现出来瓶子的时候 瓶子的一种是什么呢 分别指瓶等分别 显现瓶子的出来的 它显现上面有瓶子的样子 知道吧 瓶子的样子 它不是瓶子 但是分别 它指瓶等分别 它分别不出来的 分别跟分别的一种 就是指取或为一坛 知道吧 这个是分别的一种 这个是瓶子的一种 这个是瓶子 它分别不出来 它不仅仅是它 我们也是分别不出来的 知道吧 那所以瓶子 它显现出来的时候 它显现出来的瓶子的样子 是我们只瓶的分别 显现出来 瓶子的样子 跟瓶子是完全或为一坛的 那所以它的显现上 一定有从来的 原因是什么呢 只瓶分别显现出来的瓶子的一种 跟瓶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瓶子的样子是 它分别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 瓶子的形象而已 它不是瓶子的 知道吧 那我们就是这个瓶子的形象 跟瓶子是 看成我后尾一坛的时候 那你显现上一定有问题 知道吧 所以这个分别趋入对际的方式 分别都是错乱的原因 关键在这地方 对 它对于自己的显现境上有错乱 原因是什么 瓶子的显现境 分别的显现境都是 就像我们指瓶的分别 在它上面去观察就知道了 指瓶的分别 对于自己的显现境 从外的成分是什么 它对于自己的显现境 就是瓶子跟瓶子的一种 是混合在一起显现出来的 本来就是这两个是同体吗 同样的吗 不是 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新的显现出来的 一个瓶子的样貌 形象而已 它绝不是瓶子的 但是分别就是 只此为或我一探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分别都是一个错乱式 知道吧 所有的分别都是一样的 那显觉的话 它不需要透过这样子的 所能异象 它就直接可以显现出对境 比如说瓶子的话 它不需要透过瓶子的一种 它就是直接可以趋入瓶子 直接可以看到瓶子 知道吧 而是的话 它直接可以听到声音 不需要透过那个声音的一种 好 那一种就是分别显现对境的时候 分别显现出来的对境的样子 这个叫做样貌 就是叫做一种 这个一种是各种都有 比如说你分别去想桌子的时候 它同时写写出来桌子的一种 你想朋友的时候 你写写出朋友的一种来 知道吧 重要的就是这个吧 法车也是《诗量律》当中提到的 就是说 如果日和法的一种是真正的各法的话 知道吧 比如说瓶子的一种是瓶子 那山的一种是山 那这样的话 那一模一样 同样的道理一直内退的话 那金钱的一种也是金钱 知道吧 同样的 那朋友的一种也是朋友 知道吧 那你看你待在家里 可以分别显现出来一亿 这样就可以了 知道吧 你家里一堆一亿的这个现金 就是堆在满满的这样显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亿的一种显现出来的 但是你家里有没有一亿吗 没有吗 但是分别显现出来一亿的一种 所以法尘讲说 如果日和法的一种是各法的话 是各法的话 那所有一切众生绝对不缺乏木材 知道吧 他就是绝对不缺乏木材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你们些不要可笑 这是古老的 知道吧 法尘他们时代就是木材很重要 知道吧 现在我们的店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的现代就是全部都靠店的时候 你讲木材的时候有点消耗的 木材一般的类似这样 其实法尘他们时代 全世界都就是你煮水啊 煮任何食物都是靠木材 知道吧 那木材很重要 所以他举木材来告诉我们说 那所有的人绝对不缺乏木材 原因是什么 你分别木材想就好可以 你一想到木材的时候 就会显现出来木材的一种 那木材一种是木材的话 那就你不缺乏 你想多少就可以有 有多少 你看这个里面就可以分得出来 知道吧 一种就是这个意思 那生主一种的生主是什么呢 他特地讲生主生意的生物 生主 生主的特色是什么 生主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朋友也好 任何人跟你介绍 你跟着他的语言写写出来对近的 对近的样子 叫做生主 他主要的就是靠人家说话的声音 你写写出来 知道吧 这样的一个走向 形象就是叫做生主 不靠人家的介绍 不靠任何的声音 你只是内心分别去写写出来的 这个写写进叫做一个异种 这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几乎都反正就是生主的话 一定是异种 对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概念上有点有所略有不同 就是这个 好 大概就是这个 好 那你看行政的话 绝对了解对近的时候 不需要透过生种 异种 任何一种 他直接可以可以看得到对近 这个叫做行政 对就是这个 好 那行政已经结识过了 那再来 OK 成帝 宪政什么 你看这里讲宪政 细无成吉 初心不特切罗 无我任何一种智 甚至相续中了别他之之 你看 那这里不同的 他现在就是开始 分类的 解释的 这个很好的 那与其宪政是什么 那你看他不共 真善于直观双于的成定 不共更不用说的 第一个 了解对近 宪政的 对不对 他不是分别的方式去理解对近 他是宪政 宪政什么 他宪政了 微戏无常 戏无常 知道吧 那微戏无常的了解 所以 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以叫做了解 微戏无常 知道吧 这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比如说我们平常上 平时我们看到的 所看到的就是说 房屋倒塌了 上崩了 雪崩了 还有朋友死去了 去世了 知道吧 所以路上交通事故 反正就是等等这些的事件上 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可以 就是七眼目睹 知道吧 那你了解这样的变化是不够的 这不算是一个了解无常 知道吧 其实不算了解无常的原因是什么 认识这种的智慧不能对质常直 知道吧 我们都有常直或者禅戒吗 也许我们以为我没有 其实我们都有常直禅戒 非常深 知道吧 你看我们常直禅戒很固定的 坚固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时间 串洗的时间比较长的 无时以来到现在一直串洗 知道吗 轮回当中 那常直禅戒重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非常非常清楚了解的 如果你学过受过教育之后 你往内去观察你才知道 确实我们自己知道吧 常直禅戒重的 非常非常坚定的 那原因是什么 我举例来讲 我们怎么想就看不到 知道吧 这些都是有变化的 常常常的变化 不停的变化 我们根本看不到的 看不出来 那我们想的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就是 仔细的去想 观察的时候 才能发觉到 这些都是常常的变化系 不停的变化系可以的 又没有仔细继续思维的时候 又就是跟随长直禅戒而走 知道吧 冤死我 你看我们一看 这个是我昨天就看到了 这个是去年就有了 这是我小的时候就有了 你看这个是长直长戒的概念 你小时候看到的东西 现在还仍然存在吗 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长直长戒 小时候就看到了 小小小小时候就有了 知道吧 那小时候看到的 有的 现在 它的后续仍然存在 也许可以的 但是它小的时候就看到是不对的 知道吧 你看它有变化多大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 慢慢就思维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正确的实际的情况 不是说虚伪的话 你昨天看到它 今天看到它 你昨天看到的它对境 跟今天所看到的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一逻辑 数 数 生命 还有一时间 所以各方面来去探导分析研究的话 你昨天所看到的它 跟今天所看到的它 绝对有差别的 知道吧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世界人 就是习以为常 接惯不惯 就是这个吧 那所以长的长期很重的 那你看我们仍然就知道了 将来我们就会死 知道吧 我们都是变化的 将来我会老 现在我不老 知道吧 你以为头发白就老 这不一定了 知道吧 头发白老的话 就是不正确的 对啊 白马小的时候 就生下来就白头发 知道吧 就这个 这个也是逻辑不合理 所以这个安慰一下白头发的人 知道吧 好 就是这个 那 现在 戏无常的意思 戏无常就是之前我跟你们讲过 在任何一个物质上观察 我们彻底了解 我们彻底了解 石边际刹那也是这个 任何的有无有违法上面 你通达了它是石边际刹那也是变化性的话 那你就可以通达 维系的无常 知道吧 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物 事物 它石边际刹那有变化 我们了解的话 那就你可能可以理解 维系的无常 就是这个 好 细无常 那你看 粗细不得起了无我 那 任何一种 那也许通达维系无常的余切限量 通达粗皮不得起了无我 余切限量 通达细皮不得起了无我 的余切限量 就是这样分的 知道吧 那粗皮不得起了无我 粗皮不得起了无我 粗皮不得起了无我 是什么 粗皮不得起了无我 就是 不得起了产业之在空 知道吧 不得起了产业之在空 有的时候 不得起了产业之在空 其实一样的翻译不同 反正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太多 所以很麻烦 知道吧 我就是看过很多 所以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跟你们讲 一个连罪词的感觉 知道吧 罪述一次两次很多 原因是什么 我让你们训练 让你们习惯 你看 一个 一个法 不同的说法 所以我就让你们了解 所以就这样子 除了这个 绝对不是我选要你们的 那法 对啊 不然的话就是很复杂 如果我们的语言的话非常简单 都是一样的 从一切到现在为止 都是同用的 那你看我们无法算 就是我们也许我们 对我们的那个中文的 汉人当中就是知识分子太多了 所以呢 知识分子太多 所以呢 就翻译不到 我也不需要靠你 你也不需要靠我 对不对 相互就是不靠 这种东西 意思现在太强了 所以每个翻译出来的是有差别 那后续的这样的学习 这很麻烦 对就是这个 好 那不特切罗产与之在空 就是一个进步中所称许的 出品的不特切罗物 那细皮的不特切罗物是什么 不特切罗能独立实至空 是细皮的不特切罗物 那这两个通达出品也好 细皮也好 这种的余切限量 可以分为三种 对 一种至甚至相续诸俩别他之之 这是一个唯于且限量的形象 就这个 次分为 那现在分类的话 你看 分为先证细无常之量 那你看很好 分为的话 先证细无常至于且限量 先证出品不特切罗物 我至先证之量 对 先证细不特切罗物 对于且限量等三 就这样分就可以了 就这样分就可以了 于且限量 有了三种不同的对境 又有 也有就是上主的余切限量 就是这样分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今天上课到处为止 谢谢 回想 回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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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